醒來後, 完全什麼都不懂 每天躺在床上, 吊著鹽水 將來康復的路是漫長的 你還記不記得年輕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一個應該無憂無慮的時間 又怎會想到死亡原來跟自己的距離很近呢? 人生無常 這個情況就發生了在家豪身上 想問一下, 當初家豪發病的時候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三年前上學 走一走一走的時候 我悶了, 途人就幫我叫了白車 去了醫院 突然間來得這麼急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 都是聽醫生說 跟他簽了紙, 做開腦的手術 整個頭骨拿出來 當時我們都很震驚 幸好他第二天醒來 這個手術暫時不用做了 家豪在發病前, 有沒有任何先兆嗎? 是沒有的 家豪身體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中學的時候游泳也挺厲害的 而且也沒有吃任何藥物 家豪醒來後, 其實他的情況是怎樣? 跟之前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自己說話說不到 就是什麼都不懂 每天躺在床上吊著鹽水 不認得人, 不懂說話, 什麼都不懂 家豪這麼小就中風 家人方面, 會不會在家裡商量過 下一步是怎樣做的? 不幸運, 他還沒出來工作 就中了風, 沒有買保險 不敢再去找醫生, 或者找私家 那個費用很大 有沒有說在財政負擔方面 會有什麼想法呢? 將來我的康復, 路是漫長的 費用也要很多 當時也很徬徨 我們經濟有問題 先見步行步 家人守候家豪昏迷的日子 相信是非常漫長、煎熬 不過當等待結束 接下來的, 是更漫長的考驗 之後的康復過程是怎樣的? 醫生跟我們說, 他患了失禦症 住了院有一個半月 都說不出話, 連一字都說不出話 媽媽都認不出, 又有影子障礙 我看家豪現在的狀況 是不是比以前已經很轉了? 經過物理治療、職業治療 言語治療, 現在正在康復 你自己在日常生活上 有沒有遇上什麼特別的困難? 例如去餐廳, 叫東西吃都叫不了 怎樣給他支持呢? 在日常生活上的訓練又是怎樣? 我們叫他多聽收音機 看電視和讀報紙 現在的情況, 也可以一句句子讀出來 這樣 家豪有沒有繼續覆塵? 有, 腦神經外科 內科的心臟科 耳鼻喉科 最重要是言語治療 中風之後, 都試過幾次, 昏迷了 要送到醫院搶救 就說他可能有腦間, 後遺症 經過這次的病 你在心態上, 比之前有什麼不同? 整家人都要面對家豪的轉變 但我們都會努力 不要讓負面情緒拖垮 非常感恩的就是 在醫院, 她連一字都不懂得說 到會喊媽媽 這句令媽媽很開心 家豪, 這件事之後 有沒有什麼說話想跟媽媽說? 都是辛苦了 你健康就行了 毫無先兆的重病 可以說是扭轉了患者的人生 假如以上個案發生在你身上 你又會怎樣應對呢? 危疾保險可以在病人不幸患病的時候 提供一筆錢, 支撐生活所需 減低沉重經濟壓力 而可以以保險公司 One degree危疾保險 因為沒有A準, 沒有儲蓄成分 保費比一般傳統保險更加相宜 最重要是總殺常次數無上限 可以給你一個更安心的保障 你又會否考慮買一份負擔得起的危疾保險呢? 作詞 李宗盛 你得討藥 跟這個保障 你從事後來 你不想找到 你不想找到